兩年獲得米其林一薪的大三元 4月1號開始 員工有薪休假兩個月 另外金華冠軍牛肉麵方 3月底後停止營業 這也都顯示了 疫情對餐廳業者的影響 還在持續擴大 有一半的確診案例 都是來自這裡 而紐約人的發病率 更是美國其他地區的5倍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人口密度是關鍵原因 交給記者譚依倫 現在在歐洲地區的新冠肺炎 是比較慘烈的 但是這波鎮壓 會不會就轉移到了美洲地區呢 這美國現在相當警戒 因為可以看到他們確診人數 已經超過了6.8萬人 尤其在紐約州地方 是最慘烈的 已經超過了3.2萬例 還有死亡人數 也超過了368人 那也包含了加州部分 也是逐日在攀升當中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紐約州這3.2萬例裡頭 他們的紐約市 其實就佔了2萬人 有人就說 這會不會成為美版的武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專家也分析 這致命傷恐怕就是在 紐約市的人口 真的是相當的密集 可以看到數字上面來說 長居人口 其實紐約市就有1000萬人 當然他們的住房 也算是比較擁擠的 如果再看到美國的第二大城市 洛杉磯來說 他們的住房的常住人口 是400萬人 居住空間的間隙也會比較大 或許這也是人口密度高 所以病毒傳播速度也會比較快 那麼美國加州呢 是持續封城的 而在洛杉磯則是有些社區醫院 口罩隔離衣等物資 已經慢慢的消耗殆盡 另外美國高中部分呢 現在也改成了線上教學 所以像是畢業舞會啊 畢業典禮這些呢 美國高中生很期待的 恐怕也都暫時無法舉行 為了防犯新冠肺炎疫情 台北市新北市舉行雙北論壇 由市長課問著侯友宜共同主持 其中合作防疫為主要的議題 會後雙方達成10項協議 我認為這個疫情會偷相當久了 所以以後在過程當中 還會陸陸續續再出現 現在大家互助合作 開始推聯合住宿券 希望呢 台灣各企業的副委會 能夠考慮透過預算 購買給員工 不急於近期使用 不過至少賣出後 有金流給旅行業 撐過這波難關 新品牌紛紛投入抗疫行列 生產防護衣口罩 或者是乾洗手 請一輪帶我們來看看 好 現在義大利 還是封城的狀況 沒有解除 不過大家應該能想像 如果講到義大利 通常都會想到一些 精品的牌子 不過現在抗疫的階段 大家最關注的還是 義大利需要多少的醫療資源呢 像現在統計 一個月大概需要 9000萬個口罩 當然自己國家 沒有辦法生產這麼多 自己國家的企業品牌 也就是這些精品 也投下去來幫忙 像這個Free Regalmo 他們就生產了 10萬個抗菌的口罩 以及5萬個乾洗手 來幫忙義大利的國民 渡過難關 那另外也是 義大利的牌子 像是珠寶的精品 寶格利 他就跟香水廠一起合作 製造了70萬瓶的乾洗手 甚至連Prada跟Cucci都在生產防護衣 都希望趕快來幫義大利 渡過防疫的關口 另外還有像是瑞典的HM 其實他們對產業 也是有一些影響的 大家應該都有發現 有一些地區國家 他們的官網是已經關閉了 像是菲律賓 馬來西亞 甚至連台灣都關閉了 原因就是因為 有一些訂單都是從歐洲來的 真的是沒辦法 那當然關閉了之後 也等於是春夏新裝 接下來就會推遲 日本東京過去四天 迅速增加了119例確診 讓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緊急呼籲東京人 盡量不要出門吧 原本小池百合子開記者會前 色谷跟暮黑 還有不少人出來逛街賞夜音 而開完記者會後 所有逛街的人全跑到超市 搶購物資 東京奧運延期後 日本終於不再佛系防疫了嗎 什麼都不做 這麽的水域是繼續 落下的水域會拒絕 不算是快速的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週三晚間急忙出面 呼籲東京人 週末盡可能別外出 但在記者會召開了晚上8點前後 我怕有將近六成感染病例 是沒有被發現的 交給記者譚英倫 現在中國大陸這邊是認為 他們的疫情已經趨緩 確診案例是逐步越來越少了 甚至他們說現在 在3月25號大陸新增的67例 跟台灣一樣都是屬於境外的輸入 還有他們累積的337個城市來說 有302個其實單日的累積病例 新增的都是零 那有35個還算是有病例的情況 不過現在在武漢這邊 4月8號就要進行解封城了 但是還是有人非常擔心 因為大陸這邊對於確診的分類 似乎跟國際間又不太一樣 認為像是無症狀或是輕症 都不算確診案例裡頭 這也讓他們自己的專家 非常的疑惑 像是華中科大的研究 就說了以模組來分析的話 大概有59%的感染病例在武漢 應該是沒有被發現的 什麼叫沒有被發現呢 可能這些人是屬於輕症 或是無症狀 就沒有進行篩檢 你就不知道他是新冠肺炎的患者 所以這些隱性的病情的人 會不會掩釀成疫情大爆發 所以大陸專家是呼籲說 在解封城之前 趕快來進行抗體的抽樣 才能在解封後防止病毒擴散 過去大家比較擔心 新冠肺炎主要攻擊老年人 不過WHO提出警告 年輕人感染機率同樣很高 中心思免與美人 可能不齁 由 attorney壽商 西任最後複雺伺炎出了 罷雙 insan